幀數越多細節越多 各位身頭們就戴上你的眼鏡 好齁 仔細觀看一下 我這邊就不是打擾大家了 祝福豪 在這麼一開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給我們鼓勵 給我們按讚或是訂閱 都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跟鼓勵 因為這是全世界的第一次 把所有的運動攝影機 再加上iPhone 一起做評測 絕對精采 大家好我是Eason 看到封面就知道 我們這一集在評測 運動攝影機橫向評測 這次有最重要的是 Mazeband 有GoPro Action 3 有Insta360 X3 反正所有目前市面上 一線的運動攝影機 通通在這邊 那期望呢就是遠渴 所以今天影片發生任何事情 都是他指使的 拜託 為了促進家庭和熱 都是遠渴的事情 那我們歡迎我們今天 最重要的流量密碼 菁菁 我愛你 欸為什麼拍我 欸 攝影師是直拍他 拍我幹什麼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好 大家好 我是菁菁 歡迎歡迎 那我們的IG是多少呢 IG是 N-I-N-O-A-R-O-R-O-N-A 所以 對 為了對齊保持良好的身世風度 我準備好的那個 身世墨鏡 好不好 這樣會不會等下 眼睛拔掉斜眼 好啦 我們還是一個專業清新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要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吧 我們今天要測評運動相機 欸 對沒錯 我們今天把所有的 一線的運動攝影機全部帶出來 那今天呢 所有畫面就交給菁菁去處理了 好不好 好的 第一個環境是什麼 為什麼要利用環版車 為什麼要利用環版車 標速 測試它的碎震 跟廣角還有畫質 我們要試一下它的防震效果到底是如何 好不好 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OK OK Let's go OK 到你來 對 你來 的 哇 你來 那麼 那 很關鍵 沒有 可以 印醫生要求一定要我唱 痘痘痘痘 炸裂程式好 誒~~ 這個路很陡 會變成羊的聲音 別怕 別怕 我要有補救回來 開玩笑 我聽到後面有急觸的腳步聲 快 快衝來 有人在追我 救命啊 開玩笑 狗狗 欸 我聽到後面有急觸的腳步聲 快 快衝來 有人在追我 救命啊 蛤 哥哥 他們也不急不徐的閃欸 路上三寶 剛好三隻 嘿嘿嘿嘿 有點存在感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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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三寶 剛好三隻 嘿嘿嘿嘿 好 我們去追 我們去追那一條狗 蛤 給你們看狗子的屁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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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 他們好奇藥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們另外一支開箱影片 好啦 從插賽的全景畫面有沒有 可以看到其實相機的震動幅度是非常非常大 我覺得已經接近越野的程度了 那我們當然還是依序的從左上角一直講到右下角 那第一個就是GoPro 11 mini跟GoPro 11 那他們都是開啟Auto Boost的 防震效果沒話說 那Hero 10的話是開啟最強防手震 效果其實跟Hero 11沒有太大的差距 不過倒是在轉彎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欸 Hero 11會比較順 10的話就是會有點電子脂肪的症 就一點卡點再過來 沒有那麼順暢的感覺 但這種差距就是非常細微啦 可能不講你不會感覺到 那第二排第一位呢 就是我最近剛買的iPhone 14 Pro Max 就是把iPhone列入比較 也是因為發現這次的運動攝影模式非常的強 很多國外YouTuber也說 欸 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非常的出色 所以我們想來知道 到底iPhone可不可以取代掉這些運動攝影機 所以一開始呢 我其實也給iPhone很高的期待 但是欸 結果出乎意料 在開啟運動模式的狀況下呢 雖然在平順的道路上面表現是OK的 但是碰到大的坑洞的時候呢 跟其他運動攝影機還是有明顯的差距 你可以看到畫面有明顯的晃動 我們已經開啟0.5倍的廣角了 但是跟下面任何一台運動攝影機 它比起來廣度還是有差 然後至於Action 3的防震效果 在小畫面 就我們從機上看的時候呢 其實並沒有感覺到跟Hero 11有明顯的差距 但是我們把它放到全螢幕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欸 其實還是有一些 大抖動的時候發現它的防震效果 還是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 GoPro的那個防震效果 在大抖動的時候 真的是完勝各家運動攝影機 那至於OneX3呢 它比較特別 它其實有4K模式跟3.0模式 那我們這次選用的是4K模式 因為想知道一下 運動攝影機下面到底效果如何 它的4K模式是直接從機內的晶片 計算出來的防震效果 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好 但我覺得OK啦 不要擔心它今天是來插花的 主要我們還在看它360的效果 360的效果 照著不用任何擔心 非常的滑身 我們後面會有 但是意外 就在這個時候滑身了 就我們連接相機的地方呢 其實是用這種塑膠的 四分之一牙轉 GoPro底座 去轉上去的 老實講這個東西非常的常見 我們在不管是CAPE S3 或是各種行動記錄器上面都有 但是因為這些行動記錄器呢 第一個很輕 第二個它們很大 所以它整個力矩是比較小 不像插三是這樣 喔 幹 很大一隻 所以呢 在每幾個坑洞之後 整個插三就直接 如果我們建議啦 這種運動攝影器的話 如果說你要在比較大的震動下 建議 還是用這樣的底座 金屬的直接架上去 或者是說我們有其他金屬底座 會比較穩定一點 當然兔龍 保護殼一定要上去 因為畢竟這個鏡頭 保護貼要是沒貼的話 修一顆鏡頭 我記得是從4000起跳到6000塊 不便宜好不好 收音方面的話 其實這次我們觀察到一個 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一個一個畫面來看的時候 發現其實GoPro 在收音上面沒有任何問題 它支架下面能抖動的聲音 不會傳到上面來 從支架直接震動上來的聲音 其實在GoPro 5、6、7的時候有這個問題 那8加9之後呢 這個問題就已經解決掉了 所以說10、11 基本上沒有任何問題 不會有任何的支架聲音上來 但是1S跟Action 3 這次我們倒是有收到 從支架震動傳上來的聲音 不過這點我是蠻驚訝的啦 因為之前我們1S跟Action 3、Action 2都有開箱 其實當初就在中耐摩托上面 並沒有特別的收到這個聲音啦 或許是今天的測試條件 非常的嚴苛 所以這個支架的震動聲音有傳上來 所以各位呢 在拍攝使用或挑剔器的時候 其實可以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至於Insta的1X3 它的收音這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講話聲音就比較悶一些些 不過這也是在一個一個 對比比較下面 才會比較明顯 目前所有的設定 都是用自動預設去跑 那所有的目前色彈 也是全自動無調整 那我覺得從GoPro來看好了 顏色我覺得蠻飽和的 就這個標準的陽光鏡啦 只要光線充足 顏色都很漂亮 反差都很棒 就是不管今天是陽天 或者是素音下 都看得很清楚 10比特的微低就是這樣子 HDR效果非常棒 但反倒是iPhone 我覺得比起來 有點比較偏平淡 Action 3的話 就曝光稍微偏低一點點 如果這把GoPro side by side這樣子 兩邊對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GoPro比較有那種 大太陽好天氣心情好 那種感覺 Action 3就稍微差一些些 那至於One S的話 它色彈的寬容度 就沒有像GoPro跟Action 3這麼好 因為滿自天空過曝 不然就是有藍天 可是素音下就很黑 One X3 4K模式下 其實應該受視線到 鏡頭解析度 所以細節 就沒有其他運動攝影機 來得這麼優秀 但它的色彈寬容度 倒是很不錯 雖然顏色有點偏淡 這個東西用後製去拉 是可以拉出漂亮的顏色 當然啦 我覺得當然就這樣講 原可剛剛講說這種東西 就用後製可以調整出來 可是如果原本一出來 你少了你一個時間 或是它給你10比特 而且原本的測光都是準的話 其實讓你在後製上 也有更大的寬容度 這樣聽起來會不會覺得 剛剛媽的就是 捧GoPro 還好 你看我頭上是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不會有啦 我不是GoPro仔好不好 就是 這是一個公正公開的頻道 對老實講 都有賣 你買什麼 對我講沒差 都可以 幫助你挑到你適合的機器 是我們的宗旨 當然更重要的是 除了拍前方的景物之外 出去玩 我們應該要拍自己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非常的熱血 因為我們要進重要的畫面 作為一個 清新專業 有深度 的頻道 有什麼深度 接下來片段 純粹就是作為學術研究 所以請大家抱著 健康的心態 來仔細研究一下 欸說真的 HERO11系 我覺得它好像 對人臉的曝光有做加強 對 它的人臉曝光是OK正確的 那10就稍微按一點點 它是比較抓的是 那個整個加全平均曝光 這點我不是很確定 如果說GoPro光的是 你知道說 欸對11天然清陣體 有增加了一個人臉辨識 告訴我好不好 那iPhone 11 它其實有HDR加持的話 它的膚色很柔和 雖然畫面對有點晃 但是 膚色表現的自然啊 就是王道 那One S Action 3 它的膚色表現 我覺得是女生會喜歡 它就有點偏白皙這樣子 對 我覺得 欸滿奇運 剛剛原本的曝光不夠 可是在拍膚色其實還不錯 那我們看One S3的顏色 欸 乖乖的 真的要拍女友的話 我覺得 並不是這台是首選的 這台是給你直男使用 我們要拍360 硬漢對不對 拍奇怪的畫面 拍那個 直男使用好不好 那GoPro其它的廣角是最廣 但是它可以拍到最多的畫面 只要人臉移出這個九哥哥的中心 畫面的變形就會非常嚴重 所以你要拍女朋友 或者拍人的時候 你臉胖旁邊就會 整個變形 這次測試為了減變 我們全部開最廣 你可以把它調成線性 效果會好一些 不過說真的 Action 3 原本它的變形就不會這麼嚴重 所以正如果要拍人的話 你就買Action 3就好了 GoPro就是調成線性 它還是連臉會變形啦 但是老實講 最自然來講 我們要拍爽的話 GoPro它的變形嚴重 會讓它的畫面更有張力 畢竟一寸廣一寸強 就是你要拍到東西更重要 那相對來講 其他四位的廣角 都沒有GoPro的這麼優秀 所以比較容易出現那個切頭啊 或者是拍到身體的狀況 對 當然萬叉三全景下面去拍的話 沒有任何問題好不好 要拍哪裡就拍哪裡 拍在腳拍在頭 變形會嚴重 但是通通拍到好不好 沒想到第一段 就這麼多的知識點 不過呢 也是因為運動攝影機 它是白天使用啦 所以說我們就是 第一部分就分析多一點點 然後這一階段呢 看起來 是我們GoPro HERO11系列 勝出啦 我覺得廣角最廣 防守則最強 收音不會收到支架的雜音 色彩有拍出好天氣的感覺 這很重要 雖然太廣會讓四周變形 但是呢 這個呢 可以拍到更多東西 再加上這些變形 可以讓一些速度感啊 張力變得更好 所以 HERO11這系列 勝出 這句話 詞曲也不斷 獲得更好 這句話 也不斷 這句話 我可以找到 我們現在到了胡石麗翅 為什麼要跳一下 沒有我只想跳一下 幫大家摸取一點福利 不是入場畫面跳一下嗎 好啦原可我們這邊來帶來幹嘛 我們來穿熱蕩啊 對啊熱蕩可是什麼熱蕩 你說啊我知道了張拿房 你不能拍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特別找了一間房間可以泡溫泉 是這樣子喔 我喜歡這個想法好不好 因為你泡而已不用怕 對 那Eason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穿內褲下去 沒有啦清場的時候都 你知道你看過V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他們都會清場 然後大概剩五個人在外面拍 然後旁邊一圈這樣子 對看 所以說我們待會是怎麼樣做測熱蕩 讓君君泡的溫泉拿著我們的相機 來相機 泡在水裡面嗎 這整支下去喔 等一下iPhone14欸 iPhone14有下水嗎 我沒有買Apple Care欸 這個應該是要先跑一下吧 既然都已經 沒錯 都裝好了對不對 等一下不小心拍成那個 進擊的巨人怎麼辦 進擊的巨人 待會就請你拿著它 好一段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防震效果到底如何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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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hy foremost 脄圈 真的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来越来越精彩啦 我们就是要做的是 除了骑车我们用GoPro以外 更重要的事情你拍Vlog 一定是手拿着去拍嘛 那刀手都很抖 我们一定这样躲来躲去去拍摄 很合理啊 那这种就是比较非突然震动 就是比较线性 这样子震动的东西 GoPro Action 3的表现都非常优秀 非常的湿滑 没有任何的问题 iPhone用模式大概就录在下个等级 它会是会有一些跳动 那1X3这次我们就开全景模式给它拼 嘿你看超稳 完全连水平线都没有过 就是直接啪啪啪过去 但是大家有看到就是有些画面跑来跑去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呢 这个镜头呢就是人 你拍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角度的话 就会拍到接缝处 所以尽量如果说你知道你要拍人 在那个地方你就跟着它跑 跟着它跑跟着它跑 这时候就不会拍到接缝处了 那Z1X呢对大幅度晃动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强 因为它毕竟这是第一次他们做 机内的晶片直出防手震 当然你可以看到全景镜头 然后开启后置 让电脑CPU或是手机去计算它的防手震 效果一样会跟1X3优秀 更恐怖的事情来 为了让大家能够冷静一下 我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慢动作的部分 我们这次呢看慢动作 全部看120格 不过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些摄影机 是可以开240格的 但是我们这次想说 120格是个比较平均的一个比赦 当然我们比上去之后 你就知道现在画面可以再慢一倍 画面更漂亮 帧数越多细节越多 各位帧头们就戴上你的眼镜 好好仔细观看一下 我这边就不是打扰大家了 关门 哈哈哈哈哈哈 中逃 中逃 中逆 中逆 中途 中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